回顧一下去年美國股市的情況 雖然受到了升息 Omicron新病毒的影響 股市跟雲霄廢測一樣 上衝又下襲 但是以整體大盤的表現來說 還是有相當不錯的表現喔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V台灣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投資進骨追 導足警告注意 我是Will 每週五分鐘為你介紹投資市場大小事 去年S&P500指數的年化報酬率 大概在25%左右 而本來的尖牙股 也在Netflix被拔掉換上微軟之後 成為了 MAMAA MAMA 他們正是五大科技巨收公司 META Apple Microsoft Alphabet Amazon 這一集我們會先帶大家去回顧 MAMAA的回報率 再來看看今年這五家公司 有哪一些被看好的業務規劃 以及投資者值得關注的事情 首先是去年10月份 才敢把公司的名字 從Facebook改為 META Platform的META 2021年對於META來說 可以說是災難重重的一年 不僅有離職主管出來爆料 Facebook對於仇恨言論 還有假新聞的監管 做得非常的不足 他旗下的另一個社交平台 IG 也被指控 演算法給出的內容是 嚴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 種種的醜聞 讓META在一份 Yahoo Finance的民調當中 被選為是年度最糟糕的公司 而他獲得的票數 竟然比排名第二的阿里巴巴 還多出了50% 可以想見 META在過去一年當中 真的是有夠夠浪漫 不過 賺錢計器的名號 不是叫假的 META在2021年度 年化報酬率 仍然有25%左右 雖然說 它的使用者增長速度 確實在放緩了 但畢竟 全球大概46億的 網路使用人口當中 Facebook的使用人數就佔了6成 其實很難再有明顯的擴張了啦 不過 META也早已經預料到這件事情了 所以就提早開始佈局 新的業務 元宇宙 公司從第四季度開始 他們將公司內部分為兩大部門 一個部門 含乖了所有的 社交應用程式的營運管理 有Facebook IG WhatsApp 等等 而另一個部門 則稱為 Facebook Reality Labs 主要的任務 是開發 擴增實境 和虛擬實境的硬體 還有軟體 公司在去年砸下了 100億美金的營業利潤 到新部門的投資專案中 並表示會持續增加投資金額 META不是只有空口說白話而已 除了研發出觸覺感應的手套 也在12月正式開放 VR社交平台 Horizon World 旗下的VR品牌 Oculus 在聖誕節的銷量 更是有亮眼的成績 公司強大的現金流 加上明確的未來指引 今年的META 其實還是受到許多投資人的關注的 今年才剛開始 蘋果股價很快就創下了歷史新高 成為史上第一間 市值破3兆的公司 雖然說去年蘋果的股價 在前期都沒有太過輝煌的表現 甚至被投資者認為是一個 拉不動車的老牛股 但在10月底 第三季財報開出來以後 股價就一路飆漲了 24% 光速的打臉的 暢水者 而且這個巴掌力道還不小 這也讓蘋果公司去年的 年化報酬率 在九局下半 拉回了31.17%的成績 公司在去年 四季中也有穩定的配息 每股現金鼓勵為 0.22元 而2021年裡 蘋果也陸續發表了 iPhone 13 AirTag iPad mini Apple Watch Series 7 等各種令人驚艷的新產品 更在10月19號的特別活動中 發布了 地表最強筆電 MacBook Pro 這系列的筆電搭載的是蘋果自家研發的 M1 Pro 以及 M1 Max 晶片 這個強大的研發技術 也讓外媒預測 蘋果可能在今年 會跟Intel 正式分手 除了硬體的表現之外 去年引起軒然大波的 就是iOS系統的隱私功能 用戶在打開應用程式的時候 會被問到 要不要讓這個App 追蹤你的使用紀錄 如果你選擇不要的話 那麼App裡面的演算法 就沒有辦法記錄你的使用習慣 那麼廣告商在投放廣告的轉換率 也會大幅的下降 許多開發App的公司也因為這項政策 掉了不少的營收 其中最慘的就屬於Facebook了 而這兩家科技去破的恩怨 我也相信會在今年 有新的火花產生 那說到今年最被看好的商品 除了搭載M2晶片的電腦之外 就是傳言已久的 AR眼鏡 Apple Glasses 目前官方是還沒有公佈 任何蘋果眼鏡的資訊 但是有內部的人士謠傳 蘋果會出兩種版本的AR眼鏡 前期會出像 VR頭盔那樣的穿戴裝置 後期則會推出外觀 跟一般眼鏡相似的智能眼鏡 分析師更加預期 蘋果眼鏡有機會將公司的市值 推升到 不過實際情況到底會如何 我們就拭目以待 今年蘋果的全球開發者大會吧 去年被票選為 年度最佳公司的Microsoft微軟 雖然在短期增長的幅度不大 但都一直默默的在成長 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 點點吃三話公 年花報酬率竟然達到了 51% 是MAMMA中的第二名 市值則來到了2.4兆美金 2021年上半年的鼓勵是 每股0.56元 下半年則成長16% 每股鼓勵來到0.65元 所以無論你是喜歡 令人放心的巨瘦級別公司 還是穩穩領鼓勵 又或是喜歡看股價 往大幅度成長的人 都可以看到 微軟就跟 健達出席蛋一樣 三個願望 一次都幫你滿足了 說其股價表現 原本是老牛股的微軟 自從2010年推出雲端平台 Azure之後 股價就不斷開始上漲 一直到現在 雖然全球前500強企業裡面 約有78%使用Azure家的產品 但是目前微軟在雲端平台的市佔率上 大概只有20%左右 雲端平台在未來是一個 不可或缺的服務 無論是自動駕駛 AI開發 區塊鏈 元宇宙等等的技術 都少不了雲端平台的協助 微軟CEO在2022年 快季年的第一季財報中提到 他們正在將Azure打造為 一台全球的電腦 並且要跟世界各地的電視商 展開合作 從美國的AT&T和Verizon 西班牙的Telefonica 英國的BT Group 到新加坡的Sintel 讓企業的使用者 可以得到更低延遲的數據計算 還有更大空間的雲端儲存 另外在2018年被收入微軟旗下的Github 也在去年有非常好的表現喔 Github是一個可以編寫 交付、維護和管理 程式原始碼的平台 平台上已經擁有 7300萬名開發人員 其中世界前100大強企業中 有84%使用Github的服務 Pinterest、寶傑和Stripe 都是客戶之一 在被微軟接手之後 Github在短短三年的時間 增長了兩倍的市值 財報中顯示 Github在單一個季度 就推出了70多項 全新的功能 可見無論是在技術成長 還是業務擴張的速度 都是非常驚人的 另外微軟在去年也發布了新的電腦系統 Windows 11 以及新一代自由品牌的平板筆電 Surface Go 3 並且正式收購了美國媒體公司 Zenimax Media 將旗下的8間遊戲開發工作室 納入了微軟的 XBOX裡面 而他們所擁有的遊戲IP 像是德軍總部 逸城餘生 上股卷軸等等 都將成為 XBOX的資產喔 而近期 宣布收購 動勢暴雪 更是有機會一舉成為僅次於 騰訊 Sony的 全世界第三大電玩公司 之後呢 我們也會針對這個 再另外做一集 微軟2022年的最新更新 五支科技巨獸裡面 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在過去一年 大家有印象的新聞似乎相對較少 除了發佈最新一代的Google手機 Pixel 6之外 其餘幾乎都是圍繞著在 雲端業務Google Cloud的擴張 以及YouTube TV的優化 不過Alphabet可是 點點吃三話公 或不只三話公啦 六七話公了 去年它的年化報酬率 是65%左右 是所有的MAMA之中 增長幅度最高的 即使現在的股價 已經超過了2700美金 穩健的公司體質 加上強勁的收入增長 華爾街的分析師們 都還是給予非常高的評價 而除了Google這個經濟母之外 Alphabet旗下的自動駕駛公司 Waymo也被投資者大力的看好 Waymo的自動駕駛計程車 在美國聖地亞哥 九金山地區 有多次的載人道路駕駛測驗 總行駛里程 已經達到了3200萬公里 除了載人業務之外 Waymo也跟美國的物流公司UPS 擴大合作 未來 UPS的部分貨運 將會用Waymo的自動卡車來送貨 不僅可以提高運輸的效率 也可以解決長期以來 貨運司機短缺的問題 看完了前面4家公司的輝煌成績之後 接著就要來公佈 去年度的調查位 Amazon的成績了 亞馬遜在去年基本上是橫盤一整年的 好不容易在年中有往上漲一點點 但在第二季財報開出來之後 因為收入低於分析師的預期 股價又硬生的向下跳空 大概10%左右 年化的報酬率 僅有1.87% 可以說是輸大盤輸最慘的全職科技股 即便如此 亞馬遜在去年還是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消息 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亞馬遜的 創辦人兼CEO Jeff Bezos 退去了CEO一職 改由雲端服務平台 AWS的首席執行官 Andy Jesse 接任 雖然外界對於這一任 新任的CEO 有著各種質疑 擔心他可能沒有像 Bezos一樣的遠見 那我們也還沒有看到 這個新任CEO的特別表現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亞馬遜正在為了轉型成為 最強的雲端平台公司鋪路 所以任命AWS的首席執行官 來推動這項任務 相信還是有充分理由的 除了管理層的更動之外 AWS在去年也在美國各個城市建立了專屬的辦公室 釋出了大量的工作職缺 為了就是要快馬加鞭的去擴張 AWS的整體業務 不過會有這樣的策略也是理所當然的 畢竟AWS對於亞馬遜來說 可以說是金基姆中的金基姆 在去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財報裡面 雖然公司整體的增長速度有放緩 但是AWS的同比增長 在兩個季度多達到40%以上 成長的幅度可以說是非常驚人 目前AWS可以說是 最大的雲端平台供應商 市占率將近70%左右 不過微軟也正在以飛快的速度追趕中 所以新的一年投資者也相當期待 這兩家雲端平台會帶給大家什麼樣的驚喜 另外亞馬遜在去年9月份 推出了家用機器人Astro 希望可以幫忙照顧家裡的親人 還有檢查家中潛藏的環境因子 比如說是瓦斯爐沒有關 或者是長者發生意外等等 Astro都會發送警告 那麼Astro目前只有亞馬遜的會員 可以預約購買 售價在1500美金左右 以機器人來說 這是一個親民的價格 雖然有關於Astro的特賊新聞 也常常是有的 但是不管怎麼說 這都是機器人家用化的一個里程 也期待未來亞馬遜 可以在這個業務有新的突破 看完了媽媽的表現 有沒有一種想要任幹嗎 不想努力的感覺呢?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集 投資近五六的內容 很高興大家過去一整年的支持 讓我們的頻道 總人數快要突破15000人了 新的一年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內容 除了分享給其他人之外 也記得要按讚才可以儲存在播放清單裡面 那第一次來到頻道的新朋友 也趕快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我們一起學習 投資的相關知識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